小包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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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骨老手拔手出妈妈年代 外客让我们走到过去年代 北港公益房最近够了这台手机 原来是公益房管理人 蔡翔认搜邮 一台风垢在这边分享 而且这台老手机也是最近有 演才受众对的 因为我收藏了蛮多的黑胶唱片 因为之前都没有在做黑胶唱片的 去追寻他的唱机 后来就刚好在 拍卖会上面 看到这台而且又是国际版的 买回来之后这台唱机是可以用的 我就把唱机收了 我里面有收藏蛮久的像以前的 布袋戏还有以前的国语歌曲 怀旧歌曲还有台语怀旧歌曲 还有日本的歌曲 然后想说让他这个唱片 可以继续延续他的生命出来 蔡翔认搜邮这台老手机的拼摆 已经停散落二台继续五十年 但是保存了真好 放出来他们这些人 是当做保背的爱好 它的保存很完整 而且音质也很棒 它的音质不会像有的 它只要你这个唱片保存得很好的话 其实放出来 像这个它功能都很正常 像这个还有那个调整的 还有调整的都可以听 这个拼摆可以听 而且它的动作 其实这个唱剂最主要是 我们要用那个小心的那个 去把它听才不会说 破坏它原来的一个结构 为首总唱盘到买唱鸡 蔡翔认也跟这份欢喜心 在北港公益坊和大家分享 如果一军五年节 好朋友围在留唱鸡鸡头前 想起少年特色暖爱的年代 让公益坊全晚放下气氛 不像蔡翔认是受众超过一百点的老唱盘 他说受众唱盘没有唱机的朋友 可以来这家伙伴 如果想要把唱盘放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北港公益坊也很欢迎 记者里加算上报道